与此同时林冠英也指出大马和中国政府目前还在协商 如何取回大马已经支付给沙巴天然气输送馆和多元石油产品输送馆 这两项计划的83亿令吉 林冠英表示前朝政府指已经完成了10%的工程 但是他们在沙巴却连一颗螺丝都找不到 更不可思议的是前朝政府已经支付了83亿令吉 也就是88%的工程费用 因此这些都需要和中国协商看看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回这83亿令吉 不过林冠英指出涉及的83亿令吉并不是全部都以现金支付 一些是大马政府做出担保的金额 因为一些的工程费用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支付给声称已经完成工程的承包商 并由大马政府做出担保 林冠英也质疑世界上有哪一项合约是按照时间来支付 而不是按照工程的进展来支付 不过他强调由于涉及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 因此他也不要谈太多一切交由专家去处理 明镜需要装上转发